好,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解决,要解决的问题 我看到有个人在摇那个井 我们原来看到那个井,水井 但我现在看到的不是水井,是井,但是没有水的 然后呢,它在地面上有一个木棍,然后做了一个摇柄 摇了以后呢,就把那个绳子把它摇上来 摇了以后,如果是井水的话,如果是井的话 如果是井的话,摇了以后就把水摇上来了 又通过绳子 对对,你想象出来吧 想象出来,因为小时候看的有 对,但是现在有的这个呢 对,现在这个有的呢,下面不是井水 你记得我们看的电影《地道站》吗? 《地道站》 《地道站》 对,有电影呢 你可能你年纪,你可能不知道啊 可能不太知道,也可能知道啊 这个呢是一个,就是说 我们小时候,我年纪不年大啊 我们小时候 经常放的电影《地道站》 来给《地道站》,来给洗脑的啊 嗯,他一定知道啊 哎,哎,哎,哎 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那各种共产党的抗热 哎,我们现在就基本常识的都知道 主要看的力量是国民党在打,而不是共产党在打 但是共产党就变了好多好多电影呢 说他在打仗 其中最主要的呢,变了两个电影 一个叫《地雷战》 一个叫《地道站》 《地雷战》的话 除非人家到你的地盘上 脚踩了一个,才能炸到别人 你不能主动出去进攻啊 地雷是埋在那边的 没办法主动出去进攻 共产党说他是靠着《地道站》 《地雷战》这样的 这样的 打仗方法 把日本打垮了,赢得了胜利 共产党这样宣传的 对,然后呢 然后呢,我先解释一下 因为我画面已经看到了 我怕你不知道啊 也就是说 我通过林牌呢,就知道了一个 我们人的那个问题 身上的问题 百分之四成是假历史引起的 你历史写出一个 或者胡编乱造一个 就把你划到身上来了 要告诉你,纠正历史 这个占了最大,赚了百分之四次 另外百分之四成是杀生 但杀生的分分之三成是杀人 杀动物、堕胎分三大类 假历史就一大类 我先说到这里一个 说到这里一个,我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讲 我看到的第一幕 一个农民模样的 带了一个头巾 应该是在山西那一代的 描述的山西那一代的 不是江苏那一代 江苏那一代,你挖下去就是水啊 你没办法是干得住地道啊 山西那一代呢,地是比较高 黄土什么之类的,挖下去啊 要挖得很深,下面没水 所以挖空了以后呢 你可以从这边跑到那边跑来跑去 从地底下 你现在知道那一回事吧 在地狱下跑来跑去 这只是个防疫啊 是吧 敌人来了以后 你堵在一道里边啊 是吧,这只是防疫啊 你作为一个防疫 你怎么可能 起得胜利呢 被动挨打的时候 再堵起来嘛 对 对啊,从长城逃跑 一回事啊 所以啊 现在呢 我们再回到那个 你明白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现在看那个电影的镜头啊 电影里有个 现在我讲到第一幕 我看那个镜头 一个老农 穿的衣服就是那个 农村里的农民的模样 穿了一件那个 那时候还没扭扣啊 它是能够布条 捏成一个小球啊 小小的一个布扣子啊 扣的一张对扣的那个 袁老农 戴着一个头巾 就一块布 在那摇那个颈啊 摇那个摇柄啊 哎呀 那时候鬼之间 靠的很近很近的 哎哟 这个时候观众啊 心碰碰跳啊 心碰碰跳啊 现在你的账款就是 心碰碰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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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心碰碰跳 现在你的 对 你的正常就是心碰碰跳 心碰碰跳 就是你 你那个心的碰碰跳 在来自于哪里呢 就是来自于啊 不一定是你看 也可能是你家的前辈在看这个 看这个啊 在摇啊 在摇的时候 那个镜 鲜然的这个气氛啊 鲜然的这个日本鬼子 很近很近的 很近很近的 然后那个人在摇 看着前方 在摇那个镜啊 那个观众看着人 心都要扑出来了呀 心都要扑出来的呀 这个害怕 紧张 因为日本人 日本鬼子 已经打到家门口了 他还在摇紧呢 那这个时候 一个怕来不起 摇 另外一个 怕暴露目标 打仗的时候 不定了 人家所说的看着战争 看着战争 这部电影 地道战 瞄准就是看着战争 那你如果说 就像一个人 公安或者警察来抓你的时候 你还没准备好 那个时候还在伪装 你说 别人看的时候很紧张啊 而且大批的日本鬼子说 包围过来了 你还在摇那个景 看着下面的观众啊 都看着心碰碰跳啊 这个不是高兴啊 而是紧张啊 对 你现在的正常 就是心碰碰跳 就紧张啊 紧张的人都要紧揽了 你回忆一下 紧张的人都要紧揽了 躺下来就感觉到 对 你说对了 你躺下来就能感觉到 你说 我看到这一幕 紧张的都要紧揽了 我看到这一幕 紧张的都要紧揽了 紧揽 就是抽筋了 就是那个肌肉发紧了 紧揽了 对 这个是当年啊 就当年 这个应该 应该是 一九七几年 或者一九六几年 应该是一九七几年 我们小时候 差不多看露天电影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一九七几年的时候 滚动的胶带 对 对 滚动的胶带 对 小时候一般是露天放的 就给大家去洗脑吧 晚上 晚上 一般是放在学校的操场上 整整整晚上 一般是放在学校的操场上 放 学校操场上的 但是 对 不是针对学生的 而是针对 在那一片地上的所有的 住的人 一般都是农民 因为那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就看这个了 看的时候 那是黑白镜 现在那气氛 那样的鬼子 包围过来了 包围过来 他们还在 摇那个景 摇那个景 看着人 看着人 紧张得不得了 因为 这个基地镜头一枪打过来 就会打到老农了 还在摇景 这个就是故意搞了一个 搞了一个很紧张很紧张 所以你看了这个一个 就现在你看了 实际上你的前辈看了 或者其他人看了 但这个信息要到你身上 你现在那个 交地震就是 哎呀 要命了 人都到到前辈了 这边还没准备好 故意欣然成 在摇那个景 现在 肌肉都绑紧了 所以说 你说那个躺下来的时候 就感觉到肌肉很紧张 好 我现在 我找个铺帐给你看 您提出一个问题了 你说它这个井到底往上游 还是往下游 你说这个是 不是 反正我想想 不是 它井呢 还是 就只是装到院子 不是不是 这个 这个是地道站 地道 它这个描述的什么呢 地下 已经挖好了像井一样的 我们江苏那边的井是垂着挖的 挖到水 它那是挖到一个口里 可是横向的 地道啊 石头爆炸的 就是地下防空洞啊 相当一样 下面没有水 是堵人的 你现在听明白吧 明白 那种电影 我看过不晓得 对 就是 它是横在的 但第一段是沉着的 然后是横在的 横在的 横在的冲到家家户户房子里边 又冲到人家的炉灶里边 他描述的这样啊 现在我们要对 有影响 对啊 对啊 就看那当时 看那是人井上的不太有吧 哎呀 人家都打到夜前了 它还在游井呢 一个绳子在游井呢 人家没有人在看的话 以为是一个水井呢 实际上是干的 没有水的啊 地下是地道 甲杖是一个井啊 是地道 就是路 突入壳 对 对 你现在提出一个疑问来啊 因为你看了以后不知道 那是假的嘛 所以你提出一个疑问来 你说他在摇绳子 到底把人放上去呢 还把人放下去呢 看他需求 不是 你就提出这个问题了 你电影的镜头是摇那个绳子嘛 那摇绳子只有两种可能性是吧 一种要么把人从地下把它摇上来 从绳子里边一摇 以后把人提上来 要么放下去 要么放下去 那你说这份鬼子 你到了眼前了 你说这个时候 应该放下去呢 还是提上来呢 放下去 放下去 放下去地面上人在哪里呢 地面上没见人 你摇他干嘛 你如果地面上还有五个人 站在那边排队 等着要下去的话 那你放下去 有这个可能性的 你地面上一个人都没有 除了这个摇紧的人之外 除了他之外 没有第二个人 也没有第三个人 你说摇这个紧干嘛 把观众看得紧张得不得了 被骗了啊 你要提 你说这句话 你现在要跟着我说这句话啊 你说如果把地面上的人 放到井下去 那么地面上至少有 几个人在等着 如果要把地面上的人放下去 那么地面上才有 几个人等着 至少有几个人等着啊 对 然后你说 如果把人提上来的话 日本鬼子要靠进来 你提他干嘛 如果要把人提上来 日本鬼子靠进去 你提上来干嘛 我这么一说是 你敢 你现在体会一下 是不是被那电影骗了 骗了 电影就是炫耳 对 你现在想 当然 你小时候看这个电影的事 没想到是被人家骗了 只觉得 我讲的 是个小孩 认知有限 对 认知有限 但是人紧张得不得了 看那个 因为知道打仗 人家都打到眼前 人家还在摇那个紧张 你要现在 你 对 你 你继续说那句话啊 你说 这摇这个紧 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 一种 把人放下去 一种 把人放下去 另外一种 把人提起来 另外一种 就是把人 提起来 如果日本鬼子打过来的话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 把人放下去 如果日本鬼子打过来的话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把人放下去 放到地下防空洞里去 放到地下防空洞里去 如果把人放下去 那 人在哪里呢 如果把人放下去 那人在哪里呢 如果真的放下去 应该地面上至少 一二三四五 哪怕一个人在那边等待 一个再放下去 另外的人在那边排 等在那里下去啊 哎 这位没有见到人 要下去呢 只有那个人在摇 哎 这个 我们排除法啊 排除了下去 那么 只有两种可能性 慢上摇 你说日本鬼子 都靠近了 你还把人摇上来干嘛 你说日本鬼子 靠近了 你还把他摇上去干嘛 你还把他摇上去干嘛 哎 这是不是产生互相矛盾了 矛盾 哎 电视产生矛盾了呀 那个小时候 你看着 看着很紧张 原来是被人家骗了镜头啊 然后你现在提出一个话了 提出一个 提个问题了 你说日本鬼子 都靠近这里了 你在这个摇这个景的话 不是把目标全暴露了 暴露 是警方目标 把这个目标给暴露了 哎 你现在这么想 是不是感觉被移弄了 对 我那个历史 其实我早就摆脱洗脑了 但是那个 但是我小时候那个 记忆可能 没醒悟 因为我时间 久远 没有醒悟 哎 弟啊 就像当你小时候的时候 你看着这部电影那是 不直播就被骗了 而且现在的这个 这个很紧张很紧张啊 人家那个眼 人家拿着枪 都到眼前面 你还在咬紧啊 啊 如果你深深此地在想 如果你是摇紧 或者别人看到这个摇紧 不是 不是觉得那个 嗓子都 都要跑出来了 心跳都喷喷跳啊 激死了啊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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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刚才我告诉你的讲过那个细节,你旁边讲 你首先,到底人觉得是往上跑还是往下跑? 往下跑 往下跑,人啊 上面排的6月3、4、5、6,人啊,也没见人啊 没有,他只是装装用制作 骗人的那个历史 对,你感觉这个时候,如果当年你知道这个时候骗人了 你会那么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 肌肉都紧张的,全成一团 哎呀,那个紧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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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要断气的感觉,紧张的 这一抹,一直记忆在你身体里边,一直记忆在你身体里边,一直记忆在身体里边 你反过说,你说我被戏弄了 我被戏弄了,假历史,毒历史吐了 对,你要讲,你要讲,我被戏弄了 我被戏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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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小孩子长猫猫也不是这样长的 小孩子长猫猫也不是这样长的 小孩子长猫猫也是等到没人看得见的时候才长啊 小猫猫,小孩子长猫猫也是等没有人看得见的时候才会长啊 不至于,别人已经站在你面前了,你还在准备着长啊 不是,别人还站在你面前,你还在准备长 你这个时候,你突然反应过来一个 除非这个老头自己想爬到井里去 除非这个老头自己去,自己要 爬到这个井里去 你说这么紧张的情况,老头如果自己要爬到井里去的话 你抓到绳子放下 一挂就行了嘛 爹,你做够的绳子够你了 你都摇了那么长时间的话 也不知道你往上放,还是往下放 反正这样你摇的那个时间,断了那个绳子 你往上也做够你用,往下也做够你用 你说,我也搞不清这个老头 他到底是,他自己要往上呢,还是要往下呢 哎,如果要往下的话 那么,当着人家的面 做这个动作的话 就彻底 暴露了目标 如果要是往下的话 要当着人家的面,那彻底暴露了目标 哎,那么,互害了所有的乡亲,老乡 互害了所有的老乡 哎,这要互害他们了 哎,对啊,如果被日本发现了 这是一个井口,原来一个堵藏的地方的话 嗯,那么,目标全部暴露了 嗯,目标暴露 嗯,如果真的要保护大家的话 他应该,赶紧跑远一点 把警干起来,赶紧跑一点 不要,路口都要封起了 嗯,嗯,但是你说 现在我回头想想 他没有做任何的安全处事 这个历史纯粹的导演 对,你 对,你跟他说这句话 如果 他为了保护老乡的话 应该赶紧离开那个地方才对 应该离开那个地方 嗯,应该离开那个地方 嗯,应该离开那個地方 嗯,如果 应该离开那个地方 嗯,如果 如果没有被别人发现的话,如果没有被别人发现的话,他悄悄地离开。 如果没有被别人发现的话,他悄悄地离开。 如果被别人发现的话,他应该赶紧转移视线,就是吸引别人离开。 不要让人家联想到警察门去。 对,对,对,如果被别人发现的话,就赶紧离开。 不要让人发现。 你说,现在想想,这个老头住的事情,正是违反了场底。 违反了土地城市。 对,现在想想那个老头违反了场底。 你是不是听了以后,突然现在慢慢慢慢产生这种愤怒来了。 不要骗了,骗了我几十年,害得我每次在梦里边想到这个尽头。 人家一样一想来,就自觉不自觉地那个尽头就引上来了。 就在进入了潜意识了。 心理学长。 对,可能已经记录在我前一世纪,但是随见年龄增长。 我无论的当时还在前一世纪。 还在前一世纪里边。 还在前一世纪里边。 对啊。 对啊,你现在,你只要在现实情况当中, 稍微碰到一点令人着急的事情。 这一幕就在前一世纪就引出来了。 引出来以后,你就焦虑紧张了。 焦虑紧张了。 所以你直到现在做焦虑紧张,还在你身体里边这个。 记忆在身体里边。 啊。 你现在这个时刻,就慢慢慢慢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产生愤怒了。 你说,我也没招惹这些。 我还是个小孩呢,就被人家骗了。 我说因为小孩,不要让我看这种电影吸道。 你说,我还是个小孩呢,我就被人家骗了。 那时刻,就被人家骗了。 那时刻,就被人家骗了。 你说,那时刻,我还是个没有辨别能力的小孩。 我被人家骗了。 那时刻,我是一个没有辨别能力的小孩。 被人家骗了。 对。 被假历史。 对。 所以,那些大人,即使被骗了,也不敢说。 那些大人,即使被骗了,也不敢说。 一旦说出这个破弹来的话 那么就会被当成反革命 对 一旦说出来的话 就会被当成历史反革命 对 你一旦把这个真相说出来的话 就当成反革命 所以没有人告诉我 这个历史是假的 所以没有人告诉我这个历史是假的 所以这段看电影的 我获得的信息 一直记在我身体里边 对 忘记了 对 单纯在情历史里边 记在情历史里边 所以你只要一看到紧张的场面 或者一看到不可常的场面 或者一看到你想不通的场面的时候 你就紧张了 你白天紧张那个夜里紧张 也就是你持续了十几个小时 二十几个小时 这个场景就像流程机一样 反复在你身体里播放 反复在你身体里播放 你不知道 因为在你情历史里边 对 所以 所以这个事情导致了你的其中的一个性格的形成 就有意无意的就把这段历史调出来了 对 你现在说 你骂一句话 他妈的我看那个假镜头 你骂的时候把身体里的记忆就退出去了 他妈的我看到那些假镜头 对 你说那个他妈的看那个假镜头的时候 突然一下子记录松弛了一点 你继续说 继续说那句话 每说一次的话记录松弛一点 每说一次的话记录松弛一点 原来一次是僵住的 尤其是躺在肠上的时候 尤其在肠上的时候 那个拉得更紧张 你把他刚才那句话骂人的话 你把他说出来 他妈的 我要是知道这些假镜头的话 你就是说 你说他妈的 我被骗了 他妈的 我被骗了 这些假镜头 对 你假镜头也不要说 你就是说紧张的那边 他妈的 我被骗了 他妈的 我被骗了 对 反过讲 他妈的 我从小就被骗了 他妈的 我从小就被骗了 他妈的 我从小就被骗了 他妈的 我从小就被这些假镜子骗了 对 然后啊 你 然后一骗以后 这个看镜的时候 现在那些没有病人能力的人 搞得好紧张啊 你想想 如果两只是一般的场合 也就拉到了 人家拿着枪 拿着刺刀 步步紧别 一个老头 那边几十个 或者几百个 或者三千个日本病 没有说的 那么多人没啥的 你说哪也不害怕的 然后你从此以后 也得紧张啊 也得紧张 紧张了 紧张了那个肠道都收紧了 肠道啊 肠道收紧了以后 有十个呢 就是胃痛 有十个呢 肠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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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一般的人瘦很多啊 为什么 因为肠道 锦囊那个不利消化呀 你吃的东西 如果那段时间没有那种肠紧引出来的话 请一个人没有肠紧引出来 那几个人比较轻松的时候呢 吸收状况比较好 但一旦那个肠紧一出来以后呢 胃紧软 肠紧软 然后就拉锡 拉锡完了以后就几天的那个便秘 而就肠道就拉了 就抓得紧紧了 确实容易便秘了 那个就是 现在还好 对 现在就压得紧紧了啊 就现在你肠道 锦囊的收得紧紧了 所以你怎么吃也吃不胖啊 原因就是 肠道功能不好 就是那个紧张引出来的 我这么说以后 你是不是听得更愤怒了 从而被骗得 让我引出来那么多事情了 引出来的胃功能 也出问题了 肠道功能也出问题了 然后便秘 因为便秘的时间长 拉锡是一次性的 如果这个引上了以后 首先拉锡 接下来肠道一直紧张来 就是便秘了 便秘此性的时间长 原来是这当次事情了 就是看了这个电影 看了这个电影 人紧张了以后 引出来了 你现在要 对 你现在体现出来很奋斗 你要体现 你心里想到 现在很奋斗 我想到 你讲你说 假如说我没有看 这么假历史的电影的话 我的人生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假如我没有看了 这部假电影 我的人生就不会这样 因为有人看了这个电影 把焦虑 恐惧 记在我身体里面的话 我的人际关系就不好了 因为看了这些电影 把这些焦虑 焦虑 紧张 这些信息 记得了我身体 我的人生 就开始不好了 对 你的人际关系就不好了 就是说 你好好的 跟人家说话的是 突然那个镜头跳上来的时候 紧张焦虑都不对了 人家本来从你 好好的打交道 一看 人家看到你 焦虑 紧张的那个面容的话 人家 你是不是不信任我 或者人家看到你 那个面貌的话 人家害怕的 就不然从你打交道了 你的脸头长一点 定音不上了 你的脸 脸型了 所以这样的话 你的朋友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或者人家不愿意 从打交道 本来好好的 人家高高兴 从你在一块 突然你那脸 紧张得不掉 把人家陪着也搞 就紧张得不掉 人家想 我难道什么 对对你了 我哪地方搞错了 实际上都不是 是你那个 原来看 看了那个电影的时候 人家紧张了 就记忆在身体里 又跳出来了 这种血迹 已经观察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了 对对对 我认为 对啊 但是我自己不知道 你自己不知道 因为我要看了你 理理大案以后 我才知道的 不看理理大案的话 你才永远猜不到了 原来是这样引出来的 对 你现在有点愤怒出来 愤怒 把那个 这个 这个电影的那个 场景把它推出去 你现在找到一个 我很愤怒 我从小就被骗了 我感到愤怒 你从小就被骗了 你也是说 这句话的时候 你那个记忆 到你身体里的东西 推出去 每说一句话 就推出去一下 每说一句话 推出去一下一个 人的肌肉 就慢慢松弛下来了 那个紧张度 就慢慢慢慢 松开了 那个肠道也松开了 肠道也松开了 不是像一些 崩得挺紧的 身体的肌肉 也慢慢慢慢松弛下来了 你说我从小就被人家骗了 我从小就被人家骗了 对 现在 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心平气和了 原来你没办法 心平气和之后 人家说话呀 因为你一上来 就把那个场景调出来 一上 这不是有意思的 是无意思的 就记录在前一次里面 你自己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 对 你根本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原来是 你说 你刚才说难怪什么 你现在可以讲 我们基本上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你说 你生活当中遇到了情况 你现在可以讲一讲 你生活当中遇到的那种紧张 教育或者从人打交道 或者人际关系 就是我刚才描述的比较相似的 我刚才是总结性的 你讲一些实际的事情 其实我走路比较快 一种紧张快快的经常 走路比较快 看到了 刷得过去 好叫 对呀 你这为什么刷得过去来了 因为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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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紧张性出来了嘛 然后 你有时候感觉 看到场景 突然这个场景 哎 出来的时候 你吓得多么扣起来 为什么 那个时候你看 人家拿了枪 几十个 或者几百个 几千个人 枪拿到 就针对着一个人的 可是那一步还要爬的吧 就是 就是惊恐万丈的 那种感觉啊 难怪我 我过程中的念 念那个 在体育店 虽然锻炼身体 但是身体老不僵着 对呀 我现在 刚才一直讲 你身体是僵着的 而且我 你身体现在 习惯性的 让它保护一种僵着的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对就是这样 好 现在呢 我们重新来一下子 重新来一下子 为什么我要给你重新来一下子呢 刚才我教你说话的时候呢 你加了好多 你脑袋的意识到的事情 你特别强调假历史 现在呢 你不要强调假历史 我教你说什么话 你就跟着我说什么话 这样呢 就把身体的东西 把它释放出去 因为你这个知道 这是假历史引起的 这是你脑袋的 体会到的 现在呢 我要让你 继续跟你处理一下子 就把那个身体的剂 把它消除掉 明白吧 你不用加内容 我说什么 你就跟他说什么 我说的很少的 说的不多 你就跟着我说就行了 你说我看了这个电影 好紧张啊 我看了这个电影 好紧张啊 对 你就想象着 想象这个老头在摇 那个井上的绳子 摇了井以后 就绳子 或者往上 或者往下 他就在那边摇 那个绳子在往下 你看到那个 你现在想象着 你是那个老龙的话 你在摇的时候 你看那个 那个时候就看到几十个 或者几百个 或者几千个 日本没想到包围来的事 你说那个时候 你会是什么一个状况吗 你现在想象 想象一下子 假如是你在摇的话 教育紧张 你简单不想活了呀 对 因为 必是无疑嘛 我手头上没有枪 他们几十个 几百个 或者几千个 都是有枪的 而且把我包围起来 你说往哪里跑嘛 那个时候 你想到 肯定要死了 你看这个 电影的时候 现在你的角色 就变成那个老头了 你当时看着 慢慢角色 你就变成那个老头的 共情了 你想这个时候 那个老头 必是无疑了 你也想到 我这次使劲了 那么多人包围过来 对 那么多人 我这次使劲了 那么多人包围过来 你这个时候 你突然醒悟过来了 好像住梦的 一天梦 梦里面 住到这一梦中 突然醒过来了 从梦里醒过来了 你说几句话 我没有死 我没有死 只是 你不要假 你不要假内了 你不要假内了 我现在 你不用假 你说我没有死 我没有死 记忆说 我没有死 你现在要这样说 你说那些日本人 真好 你要说这样话 那些日本人 真好 他们那么多人 居然没有打我 他们那么多人 居然没有打我 他们都拿了枪 居然没有打我 他们都拿了枪 居然没有打我 我为什么要说 日本人真好呢 反过来推理 那既然这个老头子 还能够 再当了几百个 或者几千个日本兵的面 能够存活下来的话 那么只有这一种可能性 日本人很好啊 很能吃啊 没打啊 这就是自相矛盾了 是吧 按照他们定义派出来 自相矛盾了 你要从自相矛盾上 找到突破口 能够私立讨生 你说这个只有一种可能性 那些日本人真好 那些只有一种可能性 那些日本人真好 既然那么多人没打我 既然那么多人没打我 对对对 你现在要么从被移动当中破除掉 从被移动当中解脱出来 要么从人性方面觉得 那些人们真的好啊 不是假的好 如果真的坏的话 按照他们随便哪个人提出一枪 就把我打了 既然我没打我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 日本人真好 日本人真好 你这么一出以后 是不是人放松下来了 原来我们想的是个一定会死 死定了 没有活的可能性 既然还能活下来 你说这也是奇迹 既然没有一个日本人向后放枪 放枪那时就打子弹过来 我描述的是这个老头 但是你看电影的时候 你的觉察已经变成那个老头了 因为那种紧张 完全传给你了 等于你就是那个在那 对 我这个人 无论看电影什么电视 还有网络 这种待着感 容易容易在 容易进里面 所以体验 正是容易那些负面状态 容易踩到我这个人 所以我这个人 应该要放开了 对啊 对啊 如果我不想的话 你永远不知能 你就是第一次 被深深的那种恐惧 紧张焦点 到身上来 就是刚才那儿 从此以后 就相当于你被击垮了 你知道吧 有的人说 那个心里被击垮了 经常有 不管是大人也好 小孩也好 有的时候 就一个场景 或者一件事情 把人击垮了 或者 你像那些老干部啊 或者那些当官的那些 动漫爱男的啊 他是这些 受贵了 或者行贵了啊 人家不知道 他一直保守的秘密 一旦被人家发现了以后 一句话 把他击破了之后 心里就崩溃掉了 相当于你的心里 在那老头 被那日本人包围的时刻 你实际上 他崩溃掉了 你知道现在 现在为什么 那个日本 而不是日本 美国啊 电影呢 都分等级了 多少级 多少级 比如说 什么样的电影 应该 不适合 13岁以下的小孩看 然后什么样的电影 应该要 大人陪伴的情况来看 而这个分等级大 实际上 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受到极大的心理刹伤 而这一幕 心里带有强 对 然后 你就是 你 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就被这一幕 地道战里的 那个老头 这一幕 被日本人包围的时候 你心里防线 就撑溃掉了 也就是说 你没有防疫能力了 实际上 也就是说 相当于 一个弓 拉出去的时候 拉断了 现在你在生活当中 你没有正常的 防疫能力 也没有正常的 同能交往能力 就是相当于 一根剑 而一个弓 断掉了 正常的弓 是有弹性的 你那个弹性就没了 所以你记住 一直在将近战里 断掉了 两张眼 你说 你说这个电影 对我伤害很大 你一直 对我伤害很大 对对 你就说 这个电影 对我伤害很大 你说 现在我要把这一幕 从我眼睛里爬出去 现在我要把这一幕 从我的眼睛 拔出去 正常 眼睛里拔的时候 是眼睛连到脑袋里边 实际上 所以人家从眼睛 拔出去 你说这一幕 我要 从我的眼睛里拔出去 对 人拔出去 这个人就没那么紧张了 你说这一幕 要从我眼睛里拔出去 所以 这一幕要从我的眼睛里拔出去 然后你说 这个镜头 是完全不符合 颅记 完全不符合历史的 这个镜头 把人装到井里去 也不对 把人从井里捞上了 也不对 这个镜头 把人放到井里去 也不对 把人捞上来 也不对 一个老龙 担了那么多日本人的面 不逃跑 也不对 日本人那么多人拿了枪 即使没有人开枪 也不对 日本人那么多人拿了枪 即使不开枪 也不对 除非日本人确实非常仁慈 除非日本人确实不仁慈 现在你就考虑来考虑去 你从哪个角度来讲 都不对 你说这完全是一个骗局 这完全是一个骗局 对 你现在就意识到 这是一个骗局 你说我被骗了那么多年 我被骗了那么多年 然后你慢慢 现在就慢慢醒悟过来了 你说 一部电影 地道战 承载不了 中国 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 一部 电影 地道战 承载不了 中国 对抗 日本 对 对抗日本侵略的 对这段历史 除非这个历史 利用真相 除非这个历史 利用真相 另外还有真相 另外还有真相 现在我们再回头 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放远一点 然后我们要把那个历史理清一下子 我今天早上 莫名其妙 就在大概我在林牌开时间的二十分钟 我在TTA随便看 就让看到了 有个人在讲 也是讲那个 讲那个 说日本侵略中国这件事 你说 不是 现在是九月二十号 我们一直讲九一八九月八 九月十八号 1937年的九月十八号的那天 卢沟桥事件 卢沟桥事件的意思就是说 战争 前面打响了 说日本 共产党自己说的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 那段历史就开始了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 战争从此打响了 我们九一八都会这样讲的 今天早上 我看了 推特上一个人写了一个 你说一般来说侵略史的话 都是从非境上开始的 两个国家 既然在边境上开始的 是吧 冲突的话 在边境 在边境上 那个卢沟桥 不在边境上 如果就不在边境上 你说这个战争爆发 你说如今它是不是又不对了 是不对的 那么也就是说 不在边境上打的万当业 就日本人早就在中国了 那不是九月八那天 发生了什么日本侵略战争了 是不是发生又不对了 不在边境上吧 你现在不要讲 不用讲 你就听我讲 你要听我讲的是 你每发现一个破绽 你身体肌肉会松弛一下子 被那么紧张 因为你总结的时候呢 是脑袋总结的 你听我一句就讲的时候 你身体有感应的 明白吧 你不用讲总结性的话 你就听我一个个 一句就是小事讲 刚才我讲了 讲了 人家也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所讲的 1937年的9月18号 918世界 日本前面发生清华战争 现在提到一个疑问来 如果发生清华战争 应该在边境上面 比如说 比如说 曾经从哪个地方 日本打到中国来 打过来了 应该在边境上 要么在海上过来 要么在哪个地方过来 你是莫名其妙 从在卢沟桥那边 开始爆发战争 你说这不对啊 是不是不对啊 你那前不是爆发战争的 要么在之前 战争就爆发了 不然那些人 怎么跑到那个 卢沟桥那边的 是不是又不对了吧 又发生复杂了 就不对啊 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呢 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中国的那个东北啊 中国的东北 被俄罗斯占领了 你看上俄罗斯都是大国 比我们中国大得多啊 清政府啊 你怎么打 都没办法把那个 俄罗斯赶出去啊 后来那日本 日本人啊 同清政府谈了 我们来同意做个交易 我呢用我自己的钱 我用自己的兵链 用我自己的武器 反正我出钱 出兵都是我自己的 你清政府什么也不能管 我来把你打仗 把俄罗斯人 从中国的东北赶出去 但是如果一旦成功了一个 赶出去以后呢 我在中国土地上获得特权 如果你是黄帝的话 你愿不愿意做这个事吧 你从不下去啊 俄罗斯是个大国 这么大一个国家 比我们那个 清政府啊 比我们的大清国啊 要大得多啊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就从那个俄罗斯去抵抗 抵抗家 但是那个黄帝也知道 日本是一个小国家 我们不怕日本 我如果我真的从日本去打仗了 我能打得过他 因为你小的一点点嘛 这明白着 我们大清国打不够俄罗斯 但我能打得过日本 所以呢 日本提出来 那我用我自己的病例来 来把俄罗斯赶出去的话 那黄帝肯定想 呀 这么说了 我还是比较安全的啊 因为日本毕竟是个小国嘛 我对抗俄罗斯 我是没这个能力的 而且他们那个 俄罗斯越成平越来 世界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我更 没有这种可能性来赞成他 但是日本是个小国家 你一旦把俄罗斯赶出去的话 而且我想把日本赶出去的话 相对来说 必须要赶俄罗斯容易得多 哎 你是不是如今上是这样想啊 对对对 那么 如果这样一想的话 行呐 我也不用掏钱 反正这片东国这块地野盘子 已经丢了 被俄罗斯占领了 你日本人愿意 愿意和我自己出兵出兵出钱 你能够把俄罗斯赶出去的话 把俄罗斯赶出去 那何乐我不为呢 他们同意了 谈定了 敲定了 敲定了一个 然后日本自己出兵出力 出钱 最后把俄罗斯赶出去了 那么按照协议 一旦把俄罗斯赶出去以后 他就在 中国领土上 他用有特权 哎 现在这么一算 因为谈定敲定的事情吧 从金政府谈定的事情 是不是日本民进驻在中国大地上是合法的 因为自己谈定了这个事情 但那不幸的事情是什么呢 后来圣中山闹革命了 和元世凯他们一起闹革命的时候把那个清政府给推翻了 然后那个圣中山把那个清政府推翻以后 然后蒋介石 圣中山死了以后 蒋介石接针过来了以后 他们就提出来一个就是 废除一起不平等条约 他认为当年清政府和日本人签的这个协议是不平等的 虽然我现在就不承受这个协议了 因为你 你当时说你占了这个东北以后 我现在认为这个协议是不平等的 你说 蒋介石 圣中山和蒋介石输了又不平等 你说日本干不干 因为我当时从你们那个前面敲锐了 我自己出钱出兵出力 死了那么多人 你说不平等就不平等 那肯定不干嘛 而这些人怎么在中国大地上 本来就打俄罗斯的是人籍已经留下来了 所以他那批人来到中国大地上不是来去的 而是一个交易 从清政府的一个交易 明白了吧 哦 前朝的平等交易 对啊 发现又被骗了啊 那么呢 那么呢 我们那个看中国党史啊 或者中国革命史的事啊 就莫名其妙地写了一句话 说那些帝国主义啊 那些立强啊 太不当中国一回事了 既然在我们的中国大地上 日本和俄罗斯打了一仗 那个叫日陆战争 那个俄罗斯那是叫陆嘛 叫日陆战争 那看了历史一个就觉得莫名其妙 你说打仗怎么两个国家莫名其妙 在中国大地上打了一仗呢 历史就这样写的 他就模糊掉了 不讲清政府同意了日本 帮他打俄罗斯啊 这个共产党历史上写成了一个 帝国主义劝 在中国东北打了一仗 那些是不是莫名其妙 你自己从那谈定了 就让日本人自己进来 从俄罗斯去打仗了 现在改变历史的时候说 莫名其妙 俄罗斯和日本在我们的中国打了一仗 建立了我们中国的土地打了一仗 也没说主动 也没说被动 就感觉好像中国很无辜的样子 就让两个国家人打情价 打到我的地盘上来了 那你说这是不是很荒谈啊 觉得是不是又是个骗局啊 又是个骗局啊 就是个骗局 教科书上就是说 帝国主义劝在中国东北打了一仗 在我的地盘上 两个人打了一仗 就相当于 不想想 人家一个人在 站在这个地盘一份 你是请了 别人把你打出去 现在那个 不提这个请来的事情呢 既然说了一个 两个不相干的外人 在我的地方打了一仗 就相当于这样表述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 一个更大的一个骗局啊 那个918那个事情是怎么来的呢 918那个事情呢 我们看历史的时候 后来就发现这件事啊 曾经有过参与过918的那个人 写了一份书 应该这个人的名字应该叫张宗霞 啊 霞克的霞 他讲了一个是啊 所谓的 所谓的918 实际上是共产党 跑到那个 那个卢定桥那边啊 两边 因为当年 当年在1937年的时候 中国的主力金 是 蒋介石的 国民政府 他们的军队 我们叫国金嘛 他们在从日本 在对峙 也就是如沟桥 一边是日本人 另外一边是国民党 但是那个时候呢 共产党也慢慢慢慢 涨大起来了 他为了余地啊 从中得到好处啊 然后他夜里边 就是在那个 918那些夜里边 深夜 跑到国民党那边 打了几枪 跑到日本兵那边 也打了几枪 那么一打一分呢 国民党认为 哎呀 日本兵打来了 日本兵认为国民党打来了 实际上放枪是共产党 两边调集战户 从这个短兵下去 国民党的攻击 从日本兵 开战了 开始打了 相当于两个人 在打架的时候 一文到底啊 一文是谁啊 就是共产党 那 918的正相是这样来的 然后 918的正相是这样来的 所以你看整个过程度 我以前 教科生浪费的 我没有去 国民党 可以自己去 就证 而且你也 我已经知道 那么就证 对 你也没办法就证 因为你在中国的话 你得到的资料 都中国 中国 政府写的 那么他写出来 这些是都假的 你在中国看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真相 你除非就是看了国外 人家很客观的 把这单列是描写下来的 你就发现从开始到今天 也得被骗 所以那个热恶战争 这个是清政府 同日本谈定的 让日本兵去打俄罗斯人 把他赶出去了 确实成功了 成功以后 日本兵就离数 当然的 在中国大地上 所以 说在918 那个卢沟桥世界 什么之类的 日本兵战争 不是在边境上 说明这就是有护战吗 你要想日本兵怎么来的 人家谁也不敢 共产党谁也不敢 告诉人家 是清政府让他们来的 然后他也不敢 告诉人家 918怎么回事 原来共产党在两边放枪 国民党那边放枪 以为日本兵打过来了 日本兵打过来了 以为国民党打过来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叫呼了 从此 战争就开始了 战争开始以后 然后那个日本资源的部队也来了 从上海过来了 上海过来的时候 打过了1658南京方向打 这个蒋介石打不够了 打不够了以后 他把那个军队的人 经常一拖 躲在老百姓中间 躲在老百姓中间 要老百姓来保护那个 保护那些军人 按打仗的时候呢 按照国际法上呢 打仗的时候 一定要交战三方 你看 一定要穿制服的 不能穿遍章 也不能穿对方的衣服 不能说我 我国民党里穿了日本人的衣服 让那个交战他们看不清楚啊 假如说 你穿了别人的制服的话 那你应该搞不清楚了嘛 你那个制服一拖 金章一拖 有个躲在老百姓当中 你搞不定是冰是名的 情况下 那日本人就 那我抓到的 伊丽莎 不管你是冰 还是名的 因为我搞不清楚了嘛 所谓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 就这样来的 南京大屠杀就这样来的 是不是又有一个骗局啊 只说日本杀了多少人 不说自己 那个金章一拖 堵在老百姓中间去了 那就这样来的呢 就是1937年 罗国桥事件以后 然后日本的援兵也来 因为打仗越大越激烈的时刻 援兵从上海过来的 然后就什么 是那个 那边什么 那个一个仓库 那边保卫战什么之类的 讲得好多 你说 即使打仗的话 也是国民党在打 又不是共产党在打 是不是 不单把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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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自己 而且把整个一个世界 都呼吸你的 下边那通 现在你一听以后 是不是 你发现整个被遗弄了 现在只有愤怒 没有那种人焦虑紧张了 因为整个在白焦虑 被紧张的时候 原来都假的 从老农开始 然后那个井开始 然后这个绳子开始 一假到底 共产党就一假到底 我虽然早就学会翻墙 但也像香港的那些 共产党那些修正史 但是我 我是批语 我时间有限 没进去认真看 对对 然后我历史 没有给自己纠正 我有资料 但是没有给自己纠正 没纠正 没连关起来 因为相当于 这么早就开在脑袋里边了 开在脑袋里边的时候 你自己在看的时候 必须能把里边原来的 储存上的信息 把它挖出来 拿出去 把新东西张进去 但是已经扣在里边 扣在里边了 所以等于 趁你记忆在你身心去了 所以啊 怪不得 所以你拿个焦虑就这样来的 你即使 你即使看到后来的 真的历史 一个脑袋里进不去了 脑袋里进不去了 其实似乎有点感受 但是没有 身上太深 因为你拿过焦虑的症状 就在你身体里边 你只要一看到这个 万一 日本和中国打仗的历史的时候 你这个焦虑出来了 你焦虑出来的时候 你根本 你看着在看 但没有进入到内心深处 只知道 哎呀 你慢慢去腹败 对对对 你没有把原来的那个 倾你出去 你只是说好像有点 好像有点不得劲 但是呢 你想到不得劲 那更大的身体的 这个记忆就出来了 只要日本和中国打仗的话 那个 那个就是让你焦虑 上方到底谁 谁是谁的问题 到底怎么回事 你应进 实际上你进不到 哪里边了 因为你那个焦虑正常出来了 紧张焦虑出来了 你看不进去了 现在我这么讲一会 从那个 当年清政府 同日本谈计了 去打俄罗斯 然后日本赢了 然后日本在中国 东北 启得了特权 然后有日本兵 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面 所以 所谓的 卢龟桥事件 抗议战争 政治爆发 人家就提出来 不在边境上 为什么有日本兵 在这里呢 原来是 以前早就来了 而是中国 清政府不邀请他们来的 完全是个骗局 那么当年国民党和 你不要说其他的 就是两个邻居 都会产生矛盾的 生活当中 那么 日本兵和国民党 肯定是矛盾的 即使有矛盾的话 反正我们 守着卢龟桥的两边 你 你站你的 我站我的 也没打 反正就对峙在那边 也没有 也相当不是 但是共产党在夜里边 918那天晚上 在夜里边 日本那边放墙 国民党那边放墙 大家都以为是对方打的 就开战 政治爆发了 你说 你说那个焦虑的阵仗 你实际上那天 你找我要排的时候 就是 918那天 明白了吧 然后你手续 我们互相的 约时间准备下来 到了20号 人家真正找我的 真正要排的话 是918那天 你一定找我的 是吧 没错吧 这么多的巧合 就是 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918 现在搞没有 918是这样来的 那是 我跟您讲 焦虑镇 是 14年到15年 初乐时的来得到 但是 16年到17年之间 14年 虽然我翻墙 但是没有翻出去 认真看 但是16170 我翻墙看了 看到编程水长 这个人的博客 我虽然把他的电子书 同步下来 但是我没有认真 看因为我已经焦虑症了 我精神有限 没有看那个修认识 所以没有输入到 所以这个 还是没有 虽然我有这个 修认识的资料 但是还没有 刻入到里面 所以这个 我明白 对啊 现在 现在我通过 看你的档案 来用金牌 一看以后 全搞明白 原来整个就是 你依照那个假历史 整个就是被欺骗 整个 就相当于这一生 都被共产党骗了 我在推荐上刷是 没被资料 但是我没有去认真 去看详细的细节 所以这个针 刻在里面的 还是没有被排出来 对 所以刚才我跟你说的 要注意的事情 要把这些 当时电影当中 看到的镜头 要从眼睛的 把它拔出来 从脑袋里拔出来 拔出来 你才有新的东西 可能长得进去 但是我那个焦虑的制度 虽然有那个修认的资料 因为我精神有限 无心去认真去看 这个精神中的 已经不太好 对 没有精力去看 对 一个是没有精力去看 另外一个呢 你也不知道问题 真正的问题 出在哪里边 一般想不到的嘛 一般一般想不到 那个事情嘛 硬着头皮进去看 说电影也能解破 这个是我触祸 对啊 对啊 一般来说找不到问题 不是林牌的话 你不知道点在哪里边 今天 我一讲到那个点呢 全对上了 就是那个事情 也就现在连贯起来 自己没有去修正 对啊 现在这么一说以后 话难道 那就对上了 原来从清政府开始谈起 然后日本兵在 在中国东北啊 住在中国东北 那是合法的 不是青春部邀请来的 问题是错在 深重上和蒋介德 把那个青春部推翻掉了 推翻掉 后来的 他们不认前面的那个了 然后大家 不认前面的事情的一个 引出来了矛盾 然后918的时候 共产党在两边放枪 两边枪一方一个 然后开打了 共产党在这里边 一万得利 这个国民党的军队 就同日本打仗的时候 越来消耗掉 越来消耗掉 消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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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那个军队 越来越来越多 共产党在那边 仰金顺利 就是不断地抢地盘 扩大自己的力量 这个国民党把 日本 打了日本投降了 日本一投降以后 正好国民党力量就很弱了 经过这么几年打仗 然后共产党的养金羞腿 这个时候 一下子把国民党给推翻了 然后就起来了 起来以后 现在要给大家洗脑 要告诉大家 为了让人家认为 他的证券是合法的 为了这个合法性 他不断地变造假历史 这个看传统是我共产党的领导的 所以呢 让老龙在摇这个绳子的时刻 就表明 你看 我领导的敌后 母公的 敌后 看了根基地 他叫敌后 国民党因为是从敌人 正面在叫火 他搞了一个 你看 你看 发到了人民群众 同志们也在打 第一道战里边 没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所谓的那些老龙 没有枪 你怎么从人家去打呢 没有 都是下边嘛 表明他才是露脸了 你看 日本打上来 我们对付他 之前 你现在也没有 也没有 也没对共产党在哪里打 摇 摇那个绳子也是老龙 或者 说不定他说起来的是 哎呀 我们买通了一个什么 什么一个 什么什么的 你靠买通几个人 就能把人家打胜了 所以就整个都下边一个历史 所以地雷战 地道战 都是共产党 自己往自己点 拿出镜了 来为了自己 正传的合法性 所以实际上也很对 因为那个 你找我要排队是18号 后来是 我们把那个手续办了一下 然后到了今天 你看 一定没错 就是这大历史 所以历史 纯合的 前队上了 那我 那我其他的 政党 我的教练的 就是仅仅 这些吗 其他的就 没了吗 这是起 就第一 要点 也就是说 把第一个要点 一拿掉以后 就像一个 一个房子的一个粮啊 把粮预告以后 这个就塌掉了 就把你原来 构建在你身体里的 沉沉洁叶的东西 就把粮 一拔掉以后 塌掉了 就垮掉了 垮掉以后 后来我跟你 重新建立起 真正的历史怎么样 从那个 清政府开始谈起 现在就把你身体 精神不乐的话 要去认真看来 电视书 对 现在你看的话 能看得下去 因为原来 你一个 记在身体里 精力够才能看 精力不够 其实我也刚才看 对 不但是这个精力不够 你即使有精力的话 一看到这个的话 你马上那个 那个 那个 经营场景就涌上来了 涌上来你就紧张了 一紧张 体力就修好 你根本没办法看下去 现在可以了 现在因为我叫你 把那个 眼睛你拔出去了 把那假的石 意识到了 把它清出去以后 现在你明白了 现在明白了以后 现在你再看的话 就没问题了 现在你再看的话 你再打仗的话 也没有那种焦虑了 原来打仗是这么一回事 而不是人家 搞了一个定性 一个人在那边 几十几百几千个 拿着枪 你靠近了 你越来越进来了 哎呦呦 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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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这个基本上 从心理上来说到 你已经死了 就吓死了 那就是那个老农啊 你共情到的 那个老农 老农被那么多人包围起来 他又没有一个枪 哎 死定了 一死定以后 哦 你没有反看能力了 相当于你就是这个老农 现在把这个决策搞清楚了 你不是这个老农 而且你看到那个场景是假的 而且看到这个镜头是假的 这么一来以后 就把这个事情搞明白了 搞明白了以后 人就送吃下来了 那个紧张之类的 焦虑紧张的 接下来一段时间 人呢 你会胖一点 吃的东西 吸收的也好了 因为现在 肠道都紧难的 我经常运动 我一直生财的 应该不会太胖 对 稍微 稍微 稍微有点那个 因为你现在呢 实际上 我为什么说能够胖一点 因为你吃的东西 好多没吸收 关键问题 肠道紧难了 就是本来 就是吸收 比如说 消化 消化上的问题 消化上的问题 接下来 你的那个肠道 不紧难了以后 你自然而然 就把体内 就吸收的东西 更多去了 吸收更多一点 你就体格上面 就健壮一点了 原来你有点 我一直也不是锻炼身体的 对 你锻炼是锻炼 锻炼是锻炼 但是你源头上 稍了 就吸收少了 同样的东西吃下去 因为那个肠颈炼嘛 吸收的少了 我讲的那个 未来 同样吃同样东西 吸收到体内的东西多了 那么你就营养就更好了 相当同样吃原来的东西 但你吸收到体内 也就不一样了 就是人家 你就更健壮了 是这个 后面你吃同样 以前一样的东西 但你吸收效率就高了 人家没那么紧张了 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看您的档案上 就看到你肠道锦炼 吸收不好 都在这上面都写着了 所以我就多给你听 原来问题在这里边 现在我应该没有什么 那种 那种 就是不好的 对对 现在要焦虑 焦虑就是来自这里 就来自这里 然后把你全部梳理了一下 对对对 对就是这样 就业 人家什么的 都是都是 因为你呢 那今天就这样了 我回头 回头你再看 从前到后再看一下 我越看越轻松 越看越轻松 把自己的焦虑 紧张那种放下了 好 那这个我 感谢 感谢 帮我排邮警战 不用谢 那就这样 好 那就这样 好再见 拜拜 再见 嗯